一飞全清天下 作者程久 颇奖糖醋马提酥 第186章 头痛 他就高兴了 重楼一点一点压榨林初九所占领的空间 直到完全地将林初九压在身下 男上女下 极其标准的姿势 可是 看着面前放大板的鬼脸 林初九什么香烟以拟的想法都没有 他只害怕 面前这个男人来真的 咚咚咚 林初九的心跳得飞快 绝不是什么激动紧张 他是害怕 外表不能说决定一切 可长得好看 真心能加分 任谁在半昏暗的房间里 对着一张 猙獰可怕的鬼面 都无法产生邪念 这么害怕 重楼的左手一动不动 右手原本撑在床板上 可现在 却按在林初九的心口 力道不在 就是那么放着 可却让人无法忽视 莫君大人 你到底想要怎样 直说行吗 他胆小 会被吓死的 重楼低头 附在林初九的耳边 轻轻地说道 本作想怎样都行吗 随着说话的声音 还有缓缓吐出来的热气 在紧编间萦绕 林初九觉得自己的心跳 越来越快 他根本不知道 要怎么回答重楼的话 他想杀了面前这个男人 可是他不能让这个男人知道 林初九深深地吸了口气 颤抖地道 我 无法与你抗争 林初九放弃挣扎于反抗 闭上眼 瘫在床上 一副任重楼 为所欲为的架势 重楼要真敢动他 他就敢下杀手 林初九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重楼却放过了他 蠢姑娘 啪的一声 重楼在林初九脑门 弹了一击 逗你玩的 吓成这样 也不知你的胆子哪儿聚了 呼 林初九狠狠地松了口气 攀倒在床上 睁开眼 就看到重楼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站在烛光下 将凌乱的衣袍理顺 呼 林初九笑了一声 却是比哭还要难看 这些大人物总是这样 任意戏弄他 然后在他快要绝望时 告诉他 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 游戏你妹 对你来说是游戏 对我不是 你知不知道 我刚刚差点选择 和你同归于尽了 林初九将自己 引在暗处 将眼里的不满与愤怒 统统隐藏在黑暗里 埋藏在心底 他没事了 他不用抱着 玉石俱焚的念头 和这个人渣 同归于尽 林初九将自己 蜷缩在角落里 不看重楼 重楼似乎也发现 自己的玩笑过火了 可他并不懂如何道歉 只是不再吭声 略做收拾 便对林初九道 好了 本作该走了 离开之前 不忘再看林初九一眼 只是林初九并没有抬头看他 带着一丝说不出来的失落 崇标 崇标消失在黑暗中 夜再度恢复到他原有的宁静 可有些人却再也睡不着了 比如全在床角 哭得像个累人的林初九 第二天 林初九起来 如同没事人一般 嘴唇处的伤 因抹药及时 看上去并不明显 只是眼睛红肿 明显像是哭过 春喜和秋喜也不敢多问 安安静静地服侍林初九 梳洗后 讨喜的秋喜留下来 陪着林初九 拔尖要强的春喜 则以调教那个丫鬟为名 先退下了 春喜退下后 并没有急着去 教那两个小丫头 而是给萧王府报信 除了将昨天的事 添油加醋说一遍外 还将林初九 今天早上眼眶红肿的事也说了 消息先是传到苏茶那里 苏茶核识过 没有问题 才报给萧天耀听 王妃在庄子上 寻了两个丫头 应是要重用 林初九 这是对萧天耀派去的人不满了 萧天耀轻应一声 表示知道 王妃昨晚好像哭过 眼睛到今天还是肿的 苏茶知道 萧天耀昨晚出去了 还带着包扎好的伤回来 去了哪里 不用问也知 哭 萧天耀扬了扬眉 随即又不在意的道 哭出来也好 萧天耀都这么说了 苏茶还能如何 只能在心里 为林初九道一句 可怜 转而提起其他的事 大军已抵达边境 徐达暂时没有调动我们的人 却把他们作为前锋与主力 总之 还是被推出来当炮灰了 北地已攻破五成 徐达的压力很大 我预计没有错的话 徐达很快就会发动 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我们的人 必然要作为主力上战场了 一般情况下 第一场战斗事关重要 第一战要输了 就会输了全军的气势 徐达的仕途也就到底了 按原计划进行 先祝徐达夺得三成 不先给一点甜头尝尝 又怎么能让他们入瓮 当他们认为胜利在卧室 反隔一击 才是最痛快的 好 苏查没有异议 虽然这么做 他们的损失会提高 可于天耀的名声有利 这么一来 就算那些人知道 这一场战事与天耀有关 可也不会指着天耀的鼻子 骂他是卖国贼 反倒会把所有的错 都推到皇上身上去 认为是皇上不顾大局 夺了萧天耀的兵权 又没有派合适的将领领兵 以致东文大败 除了前线的事 苏查又交朝廷 公里和江湖上的消息 说了一遍 朝廷上没有什么大事 大家的目光 都放在北历与东文一战上 在北历这个外患 没有解决之前 东文内部暂时不会抖 自然也就不会有人针对萧天耀了 江湖上 魔君重楼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 又重出江湖 天葬阁一直在打听 魔君重楼的消息 同时还不忘派人调查萧天耀的消息 天葬阁之前卖了萧天耀一个好 可他们也把不准 萧天耀的腿到底有没有好 当众卖萧天耀一个好 只是为了给自己流条退路 相比朝廷和江湖的平静 宫里就热闹得多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 福寿福安公主都在宫里 这两位又是亲近皇后的 见周贵妃在后宫横行跋扈 欺到皇后头上 两位公主便带皇后出头 打压周贵妃 周贵妃自是不甘心 作为当朝第一宠妃 她还真不把两个嫁出去的公主当回事 双方你来我往 好不热闹 两位公主与周贵妃斗得鸡飞狗跳 一边是心爱的妃子 一边是嫡亲的妹妹 皇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偏偏这个时候 能主事的皇后娘娘又病倒了 一时间宫里闹得人仰马翻 人人自危 宫里热闹 有人就按捺不住了 秦太医那位师傅这次看了福安公主 安婉恐怕要倒霉了 苏茶嘴唇弯弯 笑得好不得已 皇上头痛 他就高兴了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